股Kumpet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天玉4961是以小尺寸LCD驱动IC起家 合并后拓展制到大尺寸LCD驱动IC 至2020年11月 主要股东为鸿海集团持股约三成 2019年产品营收比重位 LCD驱动IC占86% 电源管理IC占9% 旧终端应用比重TV约占20% 显示器与比电约占22% 平板约占25% 智慧手机约占28% 电子纸约占5% 2019净利率为3.4% 近期净利率稍微衰退至2.8% 近期Roway 6.6% 营收连续四年成长 近期营收增长率为4.8% 近期EPS为1.67% 存货减少 且存货周转天数下降 公司运营好 大股东持有率 2020.10月为52%左右 近期上升至62% 市场消息 天狱公布一月每股存亿为1.3元 获利2.42亿元 年增14.5倍 所以该公司前两月合计已赚近约4.62亿元 以其目前资本额来计算 出估前两月每股存亿为2.77元 天狱2021年营运不但 近期传出业界面板驱动IC售价将调涨30% 天狱第一季亦有可能持续调涨售价 加上晶圆产能无余 成为一大优势 展望2021年 天狱大尺寸面板DDIC加TCON加PMIC的需求强劲 因为在晶圆代工厂产能缺乏时 面板厂偏好能提供Total Solution的供应商 避免因单一一颗IC缺料所造成的生产线停工 市场上能结合这三种IC的供应商比较少 天狱优势自然浮现 另外智慧型手机TDDI 原态的彩色电子纸彩色电子标签 WiFi6路由器的PMIC等产品 也将扮演天狱今年主要成长动能 股价长期向上趋势 近期股价飙涨 股Compate建议 近期营收大增 1、2月份EPS 就超过2019全年EPS 营收与EPS创新高 标股题材 股价高档 尽胜小心